嗨,大家好,我是秀厨娘 今天我用洋葱和橙子给大家做一道年夜饭必味的美食 一起来看看吧 将洋葱的外皮去掉以后,把中间的这个芯也去掉 然后切成细丝 把橙子包一下 加入炸好的花生米 热锅凉油放入辣椒 将辣椒炸出香味,油热后关火 加在花生米下 加入生抽 拿点橙醋 加入一勺棉白糖 加入一勺盐 挤点橙汁 这样吃起来更酸甜可口 右手轻轻的抖开 扎拌均匀 这样洋葱不塌陷 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盘子每个角上 我们再放一个橙子瓣点缀一下 一道年夜饭必备美食 紫棋东来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,明天见 谢谢大家,明天见